经常听到别人说是药三分毒 你是怎么理解这话的呢 就像皮霜是生活当中常见的毒药 但它可以用来治病 用好了就是一剂良药 用的不好那就致命的毒药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二甲双瓜就是这样的神药 不过在了解二甲双瓜的成名史之后 我感觉到二甲双瓜像是一个命运坎坷 郁郁不得志的侠士 整整沉寂了七十多年 那它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二甲双瓜是一类瓜类化合物 最初是从欧洲的一种豆科植物当中 提取合成而来的 这种植物叫做山羊豆 中世纪这种植物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牧草 它对牲畜具有一定的摧弱作用 引到美国之后发现这种牧草含有毒性 会导致牲畜死亡 因为是从别处引进来的 山羊豆很快就被美国列为了有害杂草 尽管当时有人发现这植物 能够缓解尿瓶减少尿糖 但是由于它的毒性 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性能 而且当时的人们连糖尿病 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神药的第一次出场就失误 后来科学家发现 这山羊豆当中含有丰富的瓜类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能够有效降低血糖和尿糖 其中山羊豆碱的效果最为明显 是最有可能治疗糖尿病的 但是因为它有惊人的毒性 一直没有允许使用 设想一下就相当于你生病了 告诉你吃一包皮霜就能好 但是不能保证你会不会被毒死 那你吃还是不吃啊 后来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调整 山羊豆碱的化学结构 来找到一种既能保留药效 又没有毒性的化学物质 1922年经过一系列的合成和分次改造实验 科学家合成了好几种瓜类衍生物 其中就包括了毒性最低 副作用最小的二甲双瓜 当时已经快将这些药物 投入糖尿病的治疗了 但是被截糊了 你说气不气啊 那个时候治疗水平有限 糖尿病根本没有药物可以治愈 一旦患上就只能安安静静的等待死亡 当时还有人提出饥饿治疗法 通过进食来控制病情 但这一方法太过粗暴和极端 仅仅能够稍微延长患者数 说不定有时候还会加快病人死亡 这时候呢 胰岛素就运营而生了 1923年正式上市 代表了糖尿病终于有药可治了 胰岛素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 而同时期的二甲双瓜黯然失色 这就像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侠客啊 不过20多年后 胰岛素的缺点也逐渐显露出来 它没办法口服 只能通过注射器给病人注射 除了给病人带来皮肉的痛苦 还有可能诱发其他疾病 比如过敏史 身体水肿 或者低血糖等等 但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人们才发现 瓜类药物可有效降糖 与二甲双瓜同时上市的还有 本蚁双瓜和丁双瓜 不过其中本蚁双瓜出问题了 我们发现 虽然本蚁双瓜的治疗效果很好 但会引起严重的乳酸性中毒 面对如此严重的副作用 这些瓜类药物被一棍子打死 逐渐在市场沉寂下去 幸运的是 还是有人给二甲双瓜证明了 经过多次的临床事件 发现二甲双瓜具有良好的疗效 而且副作用极小 直到这时 二甲双瓜才真正的被大众接受了 只不过这时候 距离神药物被合成被发现 已经经过70多年了 试精子终于被人们发现了 当时二甲双瓜在国际上 得到广泛的应用 被列为治疗二型糖尿病的 一线药物 为世界的糖尿病治疗 发挥了它的作用 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断探索 发现二甲双瓜 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抗癌方面 有显著的作用 如果被证实它的疗效 又将续写它的传奇